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丁超 我在上個禮拜跟各位講過 要整理兩個禮拜 這禮拜會開始攻擊 看一下 這周K線 我們看13周為季線 有沒有看到這個季線 整理這兩個禮拜 這個禮拜 這個禮拜的季線 這條叫季線 13周為季線 扣底池是這一根 這個點數在這裡 23556 所以它比這個禮拜的22300點 高了1000多點 對不對 那你這上禮拜 上禮拜 上禮拜 上禮拜雖然是 這邊是跌500多點 這邊是漲600點 那上禮拜扣底值是這一根 你看這裡 223916 那上禮拜最高也才這裡而已 22900 也是差了1000點 那這禮拜為什麼比較容易長 這一根 所以扣底最高值之後 再往下扣底低的時候 非常容易長起來 那這禮拜是扣底這一根 下禮拜這一根 接下來這一根 接下來這一根 這裡的位置是不是遠遠比這裡的位置低 所以很容易長 所以很容易長 那你說老師接下來11月呢 11月這一抽 那如果它漲上提前過高點 12月就這一抽 問題有問題嗎 這樣有了解嗎 如果老師用幼的 我用幼的 大家好朋友呢 看我的節目看多久了 每天說的 這種叫做拆 今天如果說 就算拆 如果我拆錯 就往下跌 那不然你抽到 那不然你來啊 你來搖啊 你來搖啊 你多搖啊 你都搖這個啦 啊 有夠好笑的啦 中國科技50大 哪50大 請問一下 中國有什麼科技是50大 你唸得出來唸給我聽 你好像鐵額50大好像很厲害 很 50大耶 恐怖耶 有台積電大嗎 有聯發科大嗎 有鴻海大 有超微大 有美光大 有超微大 有輝達大 哪50大 中國有什麼科技是50大 我問你 你唸得出來嗎 你不知道啊 那成分股50大就是50檔股票 成分股就好像我們之前啊 我們之前大家不是在 流行這個 元大台灣價值啊 這邊呢 對不對 這邊裡面有成分股啊 對不對 你不是你會記得嗎 你那四月初啊 三月底 三月份四月初 三月份四月初 不是你 你不是你的截截定存嗎 不是借保單 有沒有你也要借保單 你也要截定存 你說你貪200萬下去 一年8% 一個月領5萬塊 領出來收費 每個月都領利息 你忘了嗎 你不是也這樣做嗎 還跟人家在忘記 人家沒辦法你買去證件商 人家沒辦法你去那裡回家 他說 扁民啦 說人家沒辦法買他 說不行啦 你如果沒開火 要去人家買你啦 你連手機都沒有辦好 他說要買就買 你當天去菜市場買菜嗎 有沒有 有 當時要很多人去請這支 要不要 好家債現在剩六三角 快一套了啦 快一套了啦 要經過半年了嘛 有啦 有領利息的有領利息的 有啦 一個月領五十 五十塊你也很開心 那茶葉蛋買三顆你也會開心 很厚 家裡吃茶葉蛋喔 一張一塊一塊一塊五十塊給你 你開心得這樣 有得好笑 十萬塊一塊五十塊給你 你這麼爽 這麼開心 台積電你不去買 你買這個很奇怪 買那個買那個還好啦 買這個還好啦 這個統一台灣啦 不是統一台灣 不是統一台灣 統一台灣 對喔它名字怎麼這麼奇怪 我對它這個 這個名字真的很奇怪 你看喔 統一統一投信發行的 統一投信 統一代表統一投信 發行的台灣 台灣的什麼ETF 高股息ETF 這個十五塊發行的 不要說啦 如果說來高股息 我不要黏那個名字 黏了你高股息 說到正義 怪怪 我也覺得怪怪 很多人應該都不太喜歡這個名字 統一投信 沒辦法 它又不會改投信的名字 但它後面加個台灣就很奇怪 算了 不要不講這個 反正它這個沒什麼意思 我相信投信它也沒什麼意思 你如果買939 940 939 還是919 你看啊 919 請禮台灣嘛 他們都喜歡用台灣 請禮台灣對不對 這不是只有 元大台灣嘛 對不對 都台灣啊 請禮台灣啊 929 附華台灣啊 大家都要台灣 你看 都要附華台灣 好不好 這個已經到第三名的ETF了 規模第三大 第一大是這支 什麼啊 最籌用的 元大台灣 元大武士 這支部台插台灣 元大高股市 00878 國泰永續 再來問這支 一二三名的規模 那攤很多 所謂規模是這樣 我說幫你們算啊 那個經理費管理費加起來 好 一歲歲 我就之前跟你講過 00940這個剛發行的時候 1700多億嘛 你知道嗎 他那個管理費跟經理費加起來 3點多% 大概3.5% 千分之3.5 那間哪 那小小費就收到 5億了 所需 管理費跟經理費就收到5億 而且每一年收的呢 募集的時候就直接收這個 每一年收 你看 賈賀鏈齁 你那些東西 你怎麼跟他抓符 你不記得 你不是跟人家搶嗎 沒有 你有跟人去唱嗎 建商跟人 跟人忘記是你 是不是你 你剛剛買到那些還好 至少是台灣的ETF 你至少比較了解 我已經跟你講過 ETF 它的市價跟它的淨值 不會偏離太遠 因為會有造勢的 造勢者 或者造勢就製造價格者 就是大部分多自營商 因為他們會去申購 來市場賣 就把價格壓下來 那不是股票 股票的價格 市價跟淨值 往往天差地別 不一樣 我早上又該算過 你要擺 但是ETF 跑不掉 你別想要撈 你別想要占人家便宜 我告訴你 你一定要背起來 ETF不是股票 ETF是基金 指數股票型基金 英文叫ETF 那叫基金 那不是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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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不能 如果說它的淨值太高 它一定會掉下來 它會跟它的市價差不多 基本上如果發行很久的ETF 它的市價跟那個淨值 都差不到1% 我沒騙你 都是0點多而已 差不到1% 因為馬上 如果你馬上 有差1% 人家馬上銀頭小利 就把它吃下來 那個價差就會被吃下來 像這個 很多人不是之前溢價嗎 溢價不是溢價到200%嗎 這一天啊 漲100%的時候 溢價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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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個市價 38.83% 比它的淨值多了 220幾% 那不是半價 你明明知道 它就不會跡達 你再撞下去 因為它會收斂 它會跑回來淨值 那淨值會變動 那你這個股票跌下來 淨值就往下跌 這個股票跌下來 它那些股票都放在這裡 放在這裡 這些股票 如果成分股 它裡面的股票 成分股跌下來 它淨值就往下掉 現在淨值 昨天還有8.52% 收盤的時候 因為3點 3點算 要算3點 因為他們 中國的股市3點才收盤 那今天 剩下8塊3 淨值又掉了一點點 那它收盤價是多少 收盤價是913 所以它比淨值還多了 將近有9% 太貴 聽我的意思嗎 差9%也不能接受 不要說200% 100% 9%都不能接受 因為這個ETF 就是要平價差才對 要平 它就是收盤 要在8塊5毛錢以下才對 再合理 我是說合理 但是市場不理性 我也沒辦法解釋給這些 那最後一定會回到淨值旁邊 跑不了了啦 你別想到啦 那為什麼老師你要一直講這些呢 我跟你說 我知道我的慧眼 跟我的這些重視觀眾 不會去操作這個東西 我知道嘛 我知道你們很聰明嘛 可是為什麼我要提醒你 要教育你 我就怕有一些人 有少數幾個人不知道 我每一次都重複的跟你講 之前的939 940跟這個 你怎麼去申購 怎麼申購的時候叫初級市場 在交易所買賣的叫 次級市場 次級的 不是菜市場 初級跟次級 你要分清楚 初級市場是用淨值買賣的 它不是用市價 它不是用市價 可是你在交易 你在交易所 買賣 那用市價 我是跟你們說 你這東西學起來 你還可以交別的 而且你也不會 犯這個錯誤 你怎麼在 你怎麼在 我實在說 有夠奇怪 我如果說一句傻 我也不知道怎麼去人說 人家又是要命我 說我申賣 你怎麼在這間頭 去買到這裡 怎麼會有這種人呢 很奇怪呢 你不懂什麼東西叫ETF嗎 200%你買得下去 你明天怎麼了解 那錢都不是錢 半價沒人在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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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嗎 你懂的交易規則 我來講過台灣股票 1800多 我們台灣的股票 1800多 不太多 不是特別多 跟外國比起來 人家在美國納斯達克 五六千檔 美國納斯達克 就要五六千檔 我們台灣的股市 其實1800多檔 上市貴不算多 1800多檔 你經過一支股票來買 你找不到一檔股票可以買 你偏偏要買00887 很奇怪 你就算 你就算 我跟你講你不想買股票 至少也有940讓你買 至少0050 也有0056 這都大小費 對不對 這你都會識財 就00939也好 00940也好 買這個很奇怪 你明白嗎 我不是買這個00887 我跟我買中國的連結股票 我勸你還是不要了 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節目先 萬通國際頭部 誠信至上以客位尊 專業團隊穩操勝券 創造財富 成就精彩人生 環對三大保證 第一 絕對正派經營用專業服務客戶 第二 絕不誇大計校華仲取船 第三 所有股票殆盡一定帶出 茫茫股海 您需要一盞明燈 萬通國際頭部 是你唯一選擇 立即拨打 咨詢專線 02-7725-9668 萬通國際頭部 誠信至上以客位尊 專業團隊穩操勝券 創造財富 成就精彩人生 環對三大保證 第一 絕對正派經營用專業服務客戶 第二 絕不誇大計校華仲取船 第三 所有股票殆盡一定帶出 茫茫股海 您需要一盞明燈 萬通國際是你唯一選擇 立即拨打 咨詢專線 02-7725-966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勢 股市民視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動乾坤 我已經說過了 如果股票這樣算的 假設股票這樣拉起來 對不對 這樣用錢這樣砸的 對不對 不計代價的這樣砸 如果可以把股市救起來 或者是把景氣救起來 或者是房市也可以救起來 那不要有經濟學家 那練經濟學那些博士 沒有用 假設的 變不好 假設這一招有用的 我認為不會有用的 我們如果像股票大跌 假設我們像以前股票 不是八千多年大跌 可是我們台灣的基本面很強壯 基本面真的不錯 那股票超跌 碰到了 國際股市的政治因素的影響 政治經濟因素影響 不確定因素影響 所以我們動用了國安基因 那是因為股票超跌 那個價值 本來10塊變5塊 有啊 就有那10塊的價值 結果剩5塊 那種東西叫做負盤 或者是買庫長股 這叫合情合理 但是如果說景氣是衰退的 虛弱的 甚至有泡沫的危險 你這樣用錢用硬炸 那等於是在寬鬆貨幣 在印鈔票 印鈔票最後的結果 就那個泡沫會越催越大 到時候爆開的話 會變硬著陸 那不會軟著陸 所以為什麼FED每次都升息降息 那麼小心 他升了20碼之後 對不對 他升了5%之後 他慢慢要降息 他也不敢照進 為什麼 因為他怕搞壞 他也怕 他一下子說太快會硬著陸 硬著陸就是景氣衰退的太快 失誡力爆衝起來 到時候人民生活就苦了 所以他要慢慢的觀察 用各種數據去評估 而且還不是一個人決定 是一些人 聯準會有很多的委員 十幾個委員 你以為聯準會只有一個包額 他是主席 但是還有很多的委員 共同決定的 包含我們央行也是 我們央行要升個半碼 兩碼 一碼 半碼 每次都要半碼 或是存款準備率要降低 升高 那不是跟總裁一個而已 那有很多委員都專家 都撲手 那都撲手 你了解嗎 都特色人 那很厲害 你不能用錢砸就可以把它弄起來 這個 我跟你講 這個太危險了 我是覺得太危險了 我不是講政治 我是太危險 我欠你們不要去摸 不要去摸 不要去摸 這種東西 所以為什麼唯一在提醒說 00887不要動 甚至連結中國的ETF 你最好也是看看就好 我們股票一千八百幾 我們台灣如果沒有股票 那你說你去買那些 我就沒意見 我們有一千八百多檔股票 你知不知道 我這邊測標就有六檔股票 天天讓你看 而且這些股票也 我們做股票也不是只有做這幾檔 你也知道 有的我不願意公開 以後要買的時候我就跟你講 要玩笑的時候賺多少我就賺給你看 這座我們賺的 這裡沒有啦 我們這裡沒有算 我們沒有參與這一檔的這個部分 162坐在這裡 算十幾塊跑掉 後來這一段都沒有操作 一直到173我買金 從173買金以後我天天講 講到207.5 我有沒有天天講洪海 我告訴你洪海大四股 它跟廣達通吃輝達的供應鏈 我有跟你講 我有沒有跟你講 台積電會先過高點 現在還沒過剩五塊 但是這個不重要 我覺得這支你就不用操作 因為賺不太多 又不是在這裡 這裡的時候我才叫你買 這邊漲上來以後 你跌加當然會過高點 那你不能賺很多了 你應該把重心擺在 未來會大漲的股票 我說洪海 老師要漲很慢 漲很慢 我知道 但是漲很慢也漲20%了 我們買了以後也漲了20%了 探20%了 賺20%了 不是漲20% 我們是賺了20%了 你要這個漲漲順順的 漲漲賺 你說阿老師這個沒辦法算 我要算這個 這個比較粗 好 這個都要漲200% 漲300% 然後漲了 這樣隨著你 我如果說你講不聽我沒辦法 那漲漲 我們這個投資不一樣 我們這個有水準 我們這個叫投資 投資本來就是漲漲 不能漲 這個也沒有一個月 沒有多少時間賺20% 是在漲漲 這支 這支賺這麼多 對30% 這也在這裡買 520% 他就多漲一些 他賺30% 每天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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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鴻海賺20% 齊鴻30% 那是他齊鴻 那個還20% 30% 我在這裡賺一倍 賺一倍了 跑掉了賣在這裡 這邊賺了一倍 翻倍賺喔 翻倍賺 後來我這邊都沒有操作 這邊沒有操作 這邊才操作 我有沒有講得很清楚 你說這個 這攤十幾%而已 攤比較少 這個我做了好幾攤 這邊大概110塊買的 連發科 970坐在這裡 算這一段 這裡沒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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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才操作 1100多塊 1100出 應該是1120塊左右 我忘了 有點忘了 連發科 連發科 10幾% 15%應該有 七鴻 廣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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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攤也有我做的 這攤 這都有說過 從199坐上來 過程當中都知道 也是賣在七月初 全部賣掉 後來這邊都沒有操作 讓他下來 那我到這邊還在 低檔買 我說這邊還在買 這個漲起來也20% 每天都說 怎麼不換來換去 我有換來換去嗎 我們有需要做那麼多股票 有需要換來換去嗎 沒有必要 像今天 很多的光纖股票 就是漲太多 就回下來 那跟基本面也沒有關係 那我就不點名了 光通信股票 CPU股票那些 我們也不要去講人家怎麼樣 但是有時候漲得太誇張 你真的是 要稍微打得動 還是不是 漲太多 那你當然就要先獲利了結 難道要一直暴漲嗎 我這些股票這些人讚啊 你都會賺 你都會賺 你們都很清楚 我們這些股票 大失去 讚 那為什麼你都不想買 不買呢 應該是有買 只是還沒有參加會員 對不對 那我們除了這幾檔股票 我們還有沒有什麼股票在佈局 當然有啊 你怎麼沒話說 我就不願說了 等到我要賣的時候 我賺錢的時候 我來算給你看 不可能所有股票都講出來啊 不可能說我股票 不可能只有做這幾檔 你也知道 那我不是每一檔股票都公開的啊 你不要以為說我沒有公開股票 都沒有賺錢 那你就錯了 外匯完都很宅在什麼股票啊 只是不想講而已啊 了解我意思嗎 講那麼多每一檔股票都講幹嘛 那不是投股老師啊 什麼股票都跟你講 那不是投股老師啊 投股老師是收會員的 開投股是要成本的 那是收會員的 怎麼可以全部都講 這個你也懂這個道理啊 其他老師也都一樣啊 都跟我都一樣 又不是只有我發明的 要跟他關於什麼 交流好友 TelegramEagle3008 你要跟著我們操作的話 打電話到公司來詢問 你要參加會員 至少要先參加三個月嘛 先做到一季嘛 第四季是最好操作的一個季節 我也跟你講過了 要把握這個機會 很多股票都還沒漲 我帶你買進 了解我意思嗎 那有任何問題 打電話到公司來詢問 好 那今天報告到這裡 謝謝各位的收看 明天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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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